我这13点大家好 这一集呢和李俊几位呢 聊到了制度取舍 聊到了民族国家 然后又聊到了内生的过程 什么是天经地义啊 文化包容啊 如何的相处啊 很多问题虽然不存在解决 但是 确实是一个制度取舍问题 里边的关键因素还在于 我就是一直强调还在于人这个字 就是人如何 对自己个人价值的认知 对生命价值的认知 对群体的认知 对社会的认知 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刚才谷歌提到的这个良知这个概念 其实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体会 谷歌也应该多花点时间去 阐释这个事情 因为就上次我们说过 这个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里边也暗含了这部分内容 这里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民族国家 叫nation state 这个nation呢 它的词根是什么呢 它的词根其实是nature 自然和native 就是土生土长 而这个state是什么呢 state是一种社会管制状态 社会管理制度 是state 是一种状态 就是我们从这两个词的组合 你会发现 它是一种内生的 生长出来的这样一种体制 就是说这种体制的形成 因为它是内生的本土生长的 所以它是一种 它本身就暗含着这种共同体啊 共识啊 这种体重之一 但这个概念呢 它又是在欧洲 我们上次说过 是随着这个宗教改革 经过了这种百年的宗教战争 大家打来打去 慢慢的磨合 慢慢的协商 慢慢的就是妥协 然后足够把这个概念 变成了当时在欧洲 主要是西欧 一个国际关系的准则 这里边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那个是 就是我上次提到 我叫威斯特法里亚 条约体系的形成 慢慢的这个概念 随着西方在这个整个世界上 在无论是在经贸上 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 逐渐的占据主流 他们把这种概念就开始 向外推广跟扩张 但这个里边就带来了问题 里边最最典型的 就是二战以后 这种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殖民体系的崩解 这个各个地方 这个所谓的殖民地国家 独立运动兴起 其实是主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要求以前 这种要求当然也有 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像英国 在当时他已经无法维系 大英帝国的那个框架了 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 都不允许他继续维系那个框架了 那这个时候 我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就是顺水推舟 也就接受了 当时以美国为主导的 要求各个让这个各个殖民地国家 独立的这么一个潮流 但是 这个潮流如何去完成这个潮流 或者推动这个潮流 这里边就产生了 其实就是谷歌提到的 说那几个流氓 当然我不同意这几个 简单的说 那几个国际流氓这种说法 就是开始划分一些这个 殖民地地区进行划分各种国家 它的概念是民族国家概念 但是把一个内生的概念 套用到另外一个没有经过内生过程的地区 毛病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中东地区啊 那就各个国家的划分 后来就引起了各种边界争端 这种部落冲突 就一直到现在连绵不绝 包括阿富汗 那他都是有都是有这种问题在里边 就是这些国家被强加了这种民族国家的概念 就导致内乱不断 那而且民族国家的概念 又成了现在国际法的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石 就是现在的国际法体系 包括联合国宪章 都是以民族国家这个主权 我们叫一个 类似于一种法人地位 为一个基础 那其实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中国嘛 包括中国 那我以前老早就说过 这个中国是披着民族国家外衣的帝国 而美国是以国家形态出现的世界 这是两个极端 那美国就是一个世界 你说他那里边的这个联邦国 美国一是他的这种联邦制 另外一个就是他世界各国的各个 几乎世界其他国家有的人 在美国都能找得着 美国就是一个浓缩的世界 而中国是一个以民族国家形态出现的帝国 所以这种体系本身确实是 制造了很多矛盾 也让很多矛盾 因为这种体系的存在 而无法介入去解决 比如中国 他总是以什么的 反对什么干涉内政这种东西 为谎的拒绝任何国际社会的介入 甚至连评价跟批评都不可以了 至于说将来 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种体系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改良 我不知道 或者说能不能有所改良 我们有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不确定 但是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必须要从我们对现行体系的认知 作为基础开始 就是民族国家体里面确实有一些 属于这个在价值观方面 我们应该去遵从和保守的一些东西 但是作为一个普世的一种体系 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普世实用 那或者说如何才让这个体系 也能够在别的区域通过一个内生的过程 一个共同体形成的一个过程 把这种东西在那个不同的地方也完成这个过程 所以这就是一个 可能是我们未来 应该是必然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吧 赞同赞同 把自己成长出来的结果 强加给没有成长的人 对啊 就是说像生命无可替代 你不能说把你那个成长的过程 你说我就不用成长了 我就直接套用 就跟以前共产党老说 帮助帮助某个民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步从原始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了 我只是套用这个概念 套用这个说法 做个比方 就是说任何一些东西 无论它再好 它都有一个 要让当地人一个接受认知 然后慢慢的实践 然后摸索出自己的东西 最近可能很多信息是 还是来自谷歌的提供啊 伊斯兰男女的这种关系 他们的这种认可 那你过去的话呢 你可能就觉得 自由恋爱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但是呢 你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你要尊重 尊重他们自己的这种节奏 也许他们明天会走到这一步 也许他们明天不走到这一步 但即便他明天走到这一步 他今天 你也要尊重他今天的这个节奏 你不能直接用你的观念 直接说 说你这个男女不平等 你这个你对这个其实妇女或者怎么样 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哪有什么天经地义的东西 就跟以前父母包办 没所知言 三七四七 就对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用 简单的用道德评判吗 显然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 后来我们为什么接受了自由恋爱 其实并不是说自由恋爱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自由恋爱有自由恋爱的问题 对不对 你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果自由恋爱没有问题 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离婚呢 是不是自由恋爱就是幸福生活的保障 不是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 而建构起来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你不可以武断的简单的说 这种生活方式就一定比那种生活方式更加进化 每一种生活方式都会有每一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但是这个东西背后就是一个价值观的 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构建的 那个最基础的东西的改变 那你如果说适应中国以前的那一套传统的伦理 那父母致命没说之言 那就是天经第一啊 那三七四戒也是天经第一啊 那大老婆生不了孩子 这个叫什么 不孝有三无后为那 对啊 你一个母亲生不了蛋 你还不让我再抓个母亲回来下蛋 那简直就是太天经第一不过的事情 但是后来随着这种观念的改变 我们知道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决定权 应该有自己的表达权 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 你这样的话才自由联 但是你的选择权并不是说保证你每一个选择都对啊 于是你还得有自由离婚的权利 离婚又制造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那些社会问题 就取消离婚自由 所以说那你只能够去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 想办 但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说你自由恋爱了 就大家就过上了没求没少的幸福生活 那肯定不可能啊 对于个人来讲 对于国家来讲 其实越看越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能把你自己的一个认为 已经摸索过了的成长过了的结果 然后强加给那些还没有走过这样的一段历程的人 人或者是独群或者国家 对啊 我们一直反思跟批判中国的那些传统的父母 最不中听的话就是我是为你好 那你放到国家之间也还是一样的 也还是一样的啊 对 我们建立民族国家了 我们社会就不是好 这个关键多么正确啊 但我们就是部落啊 我们觉得有酋长挺好的 对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了 一个社会的基础是制度还是文化还是人 肯定是人呢 人的文化 人和人之间构成这种文化的基础 那不是说外来一个顶层设计的制度 这里边你看包括那个圣经旧约里边 这个以色列人跟上帝抱怨 说你看人家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 有自己的政府 那上帝说 你们如果欣赢我 你们是不需要国王的 国王只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他会增税 他会养军队去打仗 anyway 以色列人说不行我没得要 那行 那上帝就说你们既然要你们自己做决定 所以后来就有了什么大卫王啊 所罗门王啊 在一起的那也有了 那上帝都没有替替人包办这些事 那没说你们不要啊 那国王不好啊 那所以说同样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其他的文化更加包容一些 那另外一个呢 我这个话就有点政治不正确了 就是在美国这个五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很多的社会 就是很多的社群提出来的叫 equal but separate 叫平等但隔离但分离 就是我们基于一个基本的平等 但是因为文化的不同 大家分开过日子 后来就变成了叫种族隔离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刨去 不说这些这个歧视的成分 某种程度上这种隔离也确实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这个不是政治不正确哦 可以说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是政治不正确 其实现在好多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既要平等公平 可是大家又是不同的 然后大家又要政治正确的融入 共处 对 出现了很多问题 民族国家的基础也是这个 但是呢现在都搅在一起了 跟那个谷歌聊的时候 他不是也是这个观点 其实就是平等但分离 各国各的日子 其实能减少好多矛盾 谁都不要追求相等 你要是在一起的话 平等就变成了相等了 就变成了相同了 说到这个美国国内的问题来说 当然会更加复杂 因为存在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这种平等 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作为政府 你如何提供平等的机会 提供这种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各个方面的东西 那这种隔离呢 你又不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隔离 你要如果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会分成不同的社区 这个加勒比人社区 他们就愿意住在一块 那黑人社区某种意义 他们觉得住在一块 有自己的小雅文化圈 那唐人街 其实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 separate 自然而然的就会人以群分了 但是你政府需要提供一个公平的 一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这种社会公共产品 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就跟我们说自己的那个心灵鸡汤 你自己开导自己要向前看 不要去追究过去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这个不等于说你作为一个群体 然后不去追究事实的来龙去脉 然后去追究责任 这是两码事儿嘛 但是你既不能用那个来替代自己 所有的事儿你都要往后看 也不能用自己的向前看 然后去说一句话 说家事讲爱的地方 就把什么矛盾都化解了 然后什么责任都不去追究了 因为那种 你如果把那个比如家事讲爱的地方 作为你一个价值观 你就会有一个办法 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说你如果不是把它当作价值观 而是当作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 其实你是在掩盖矛盾 而很多的问题无解 推卸责任嘛 很多事情 那回避问题 那我不少不少了家事讲爱的地方 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号 那你如果说内心里面秉持这个价值观 你就知道 无论我的家庭成员 我们有什么观点不同 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谈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个过一段时间 等吃完晚饭以后 我们出去散散步 然后边走路边聊天 然后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人是不同的 反正这个东西都很理想 到时候螺旋撞的又回到了原点 这个事情太普遍了 而且也是这种超越太难了 正是因为不断的在摸索和思考 才没有比现在更差 这一句话 一直就在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就是也没有更好 韩奎同学及时地给我们上了一道鸡汤 我现在就是靠这道鸡汤活着的 很有营养 鸡汤真养人的 真养人的 这里头多放了点盐 谢谢大家